食堂生春草 圆柳变明晴 这温州第一站 拜会曾任温州父母官的 大才子山水师鼻祖谢灵韵 您知道谢灵韵在那吗 谢灵韵 谢灵韵在这个 什么 谢灵韵 谢灵韵 哈哈 嘿 嘿嘿 谢灵韵是那个吗 好像是永家那个山水师 那个什么鼻祖啊 什么叫谢灵韵 既公园既然 正任永家太熟了 这个都是 他可能不认识啊 诗人嘛 把语書在这里留下来 他在这里停过了 横江 枯玉 代厂红 谢灵韵 载波 来 控谢宫 不是京谢宫 京谢宫是什么意思 是吧 谢灵韵吧 谢宫谢灵韵 怎么这儿有 谢灵韵呢 谢宫庭 就是为这个谢灵韵 纪念谢灵韵 建的庭子 那纪念他的庭子 这旁边怎么还有李白的事 李白也是纪念他的 李白过来纪念他 李白的话就怀念他的唐朝 他是东晋的 东晋谢玄的孙子 谢灵韵 谢玄是武将啊 怎么会说这个孙子是 那是 那是孙子 是 是人 那个字啊 谢玄是武将 谢也文武将 对 谢玄是 通晋的大将 这个飞水之灾 大哥您知道谢灵韵是谁吗 哇 谢灵韵我最了解的 官二代官三代了 好像有些人会说 他是一个顽固子弟 那不是 他来这儿看了 这渐渐深情 抒发自己的感情 对国家山河的爱 对自己治理的地方的热爱 那时候好像诗人那种浪漫 谢灵韵是他的什么 山水师的鼻祖啊 谢灵韵 李白是谢灵韵的超级粉丝 李白的诗歌中不断地提到谢灵韵 杜夫也是他的小名弟 杜夫也是的 反正就是说 后来就是可以说 谢灵韵之后 凡是能够写 写过山水师的诗人 其实都是喜欢谢灵韵的 都是可以说 不同程度的是谢灵韵的粉丝 这清朝人写的 这个地方 这个唐朝在 这个是里面 当初里面写的 池塘生春草 源流变明寝 是谢灵韵最著名的两句诗 宅酒来游京卸宫 那人在哪儿啊 人可以再化为山水或者化为各种景观 每个地方可以多含着他谢灵韵的这个元素 含限量都很高 他的学问是非常深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要 柔氏道三家 那么这三家的柔氏道三家 谢灵韵都是非常精通的 说谢灵韵是第一个 把这个饭王翻译成这个中国的文字 史学家讲的悬眼 他又是这个清潭家 慈父家 各种文体他都会写 从小就多彩多艺 弹琴他是个古琴家 书画家 他会书法 王羲之的一个传承 他还是个画家 其实他还是一个美食家 游民三智 这里吃了什么 那里吃了什么 到处去游山玩旅行家或者旅游家 叶纳山 南西江 江兴雨 凤山开入 玉水搭桥 有生命在进行游玩 江兴雨呢有三个标志 中国狮子岛 东方佛字雨 世界古航雕 中国狮子岛就是因为西林运 西林运第一个登江兴雨 留下了登江中孤雨的一只眼里所诗 那游过去呗 哈哈哈哈 西林运在这里留下了这个千古名句 登江中孤雨之后呢 然后还去了好多地方去游玩 叫游南亭 福隆始发尺 折然见背境 绍兴那里 白云抱幽始 绿霄昧清脸 昏淡变气后 山水喊清灰 非必失于主 山水有清音 经过了波阳府 春晚绿野秀 颜高白云藤 在祖国的大号河山里游玩 感受它诗歌里面的美 感受中国河山的这个美好 我们现在文旅事业这么红火 其实西林运就是一个最大的源头 曾经她的诗 让世人对江南山水有了无限遐想 明月照顾今 清风浮山岗 清风浮山岗 历来风流才子 提笔折腰 写下了这如今的 诗画江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